千万别学这个女孩 租了新的房子 居然不检查一下镜子 就脱掉衣服钻进浴缸洗澡 殊不知 戈壁有个男人 正通过单面镜 挥摊着她的一举一动 小芳对着镜子欣赏 大山则用手轻轻抚摸 仿佛透过镜子 她也能感受对方的余温 白天 小芳在家放着音乐自嗨 大山也对着镜子模仿 和她跳着同样的舞步 到了晚上 小芳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就像看见孪生姐妹 总会轻轻道上一句晚安 隔壁的大山看着小芳 仿佛她就躺在身旁 也朝她说了一句晚安 几个月以前 小芳和大山在雨夜相识 她出见大山第一眼 就嗅到她那强烈的情愫 自此便认定这就是她的人 大山也从未见过 如此主动的女孩 才见第一面 小芳就让她给自己妥协 最夸张的是 还要求和她同床共沉 并表示要睡宿的 那一整晚 大山体内燃烧着熊熊火焰 差点没让自己烧起来 第二天清晨 大山看见小芳活泼的样子 修了修她昨日留下的余香 自此沦陷 然而 大山已经订婚了 未婚妻艾丽对她无微不至 就连情人节 也要送她一双老年拖鞋 看到这里 你肯定忍不住骂大山 是个渣男 不过 一边是热心似火的小芳 一边是体贴入微的艾丽 欢作是你 难道不想两个都要吗 大山下定决心 绝不向小芳表达爱意 也不会碰她 要给她最纯洁的爱 至于未婚妻艾丽 则成了大山的性伴侣 大山会带小芳去高档餐厅吃饭 她觉得 只有这样才能匹配小芳 饭后 她会带着她去剧院 两人一起唱歌跳舞 转到头晕也不停下 跳累了 两人便对着舞台背景板 假装在维也纳度假 就在小芳以为 一切已经水到渠成 是时候真情告白了 大山却举杯祝福两人 有行人忠诚朋友 小芳气急败坏 打算就此和大山作别 大山婚期将至 她也并未过多挽留 静止奔向了家里的未婚妻 从未见过 这么绿茶的女孩 找个借口上厕所 故意让男人 在自己杯中放白糖 白糖要笑发作 小芳顺势靠在男人肩头 大山内心狂喜 趁机亲吻她的额头 享受这片刻欢愉 一夜过去 小芳清醒过来 看见自己玩好无损的衣服 确信昨晚是个平安夜 大山这该死的克制 又把持住了 小芳知道案的不行 得整点明白事了 她在大山面前 直接脱掉衣服 静止奔向大海 岸边的大山吞咽口水 内心热浪翻涌 随后 小芳又拿来防晒霜 让大山上手替她抹云 大山终于按捺不住 打算做一件 屏幕前都不想看得羞羞事 就在这时 大山的未婚妻踏浪而来 她看见艾丽 吓得一把推开身旁的小芳 艾丽看见两人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热情邀请小芳 参加她和大山的婚礼 还说 她和肚子里的宝宝 想很欢迎她的到来 小芳被大山刚刚的举动 伤透了心 加上艾丽的一番话 让她彻底清醒 她伤了大山一巴掌 助她家庭美满 说完便离开了 大山紧听小芳离去的身影 悬然不顾怀里的艾丽 已经哭成泪人 大山和艾丽婚期将至 她出门游记婚礼请帖 艾丽叫住她 让她带包卫生棉回来 大山突然定住 不是怀孕了吗 怎么还需要这玩意 见艾丽答不上来 她幡然醒悟 兴许是艾丽的谎言 为她的渣男行为找了借口 解脱的她 将擎帖沿着下水道 全部倾倒下去 艾丽看见这一幕 觉得他们的感情 已经无法挽回 便转身逃走了 大山和艾丽分手后 心里愿然惦记着小芳 打算对她重新展开公式 合知小芳租了个工作室 大山背地里为她付了一半租金 随后租下她隔壁的单间 趁着小芳外出期间 大山将两个房间打通 随后买来一面单向镜子 安装在两间房的隔断处 一些准备就绪 坐等小芳回来 太不矜持了这个女人 明知道镜子后面有男人 还要吞去衣物 这男人只想远观 不想泄完 小芳向她放出了狠话 如果明天不来我的房间 你将永远见不到我 大山内心陷入纠结 仿佛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直以来 她深爱着小芳 但面对这份感情 她永远都是用友谊来逃避 大山内心深知 没有婚姻的爱情 很难给人安全感 可一旦肉欲和灵魂结合 爱情将会不复存在 那些琐碎的生活 也会把情爱相谋殆尽 所以她小悄在小芳屋内 装上单面镜子 小芳那边是镜子 她这边是玻璃 她洗澡 大山也跟着洗澡 她跳舞 她也跟着摆动身体 她睡觉 她也会对着镜子 对她说上一句晚安 好像两人就生活在同一房间 这天 小芳约大山外出游玩 还以为是二人世界 没想到小芳却带了个男人 一路上 男人对小芳动手动脚 小芳也大方官宣 说两人在一起了 并且打算订婚 大山看着男人 内心有千万匹草泥马奔涌 表面确证定自若 她告诉小芳 这是个好男人 祝她能够幸福 回到家的大山 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不想再留在这个房间 看小芳和男友过二人世界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小芳和男人争吵起来 原来 这一切都是小芳策划好的 只是为了过一次机大山 得知真相后的大山 露出邪魅的笑容 表示自己又可以了 很快 大山装单向镜的事情 被小芳发现了 她隔着镜子 希望大山能够当面拥抱她 抚摸她 甚至亲吻她 大山没有回答 只是隔着镜子抚摸小芳 随后 她缓缓道出不想恋爱的无奈 同年时期 母亲频繁的更换床扮 对她造成很大的伤害 从而导致 她对于爱情缺乏信任 这让她觉得 爱情一旦暴露在肉鱼面前 显得分文不止 不过 在小芳的劝说与安抚下 内心纠结的大山 还是决定迈出第一步 第二天 她主动来到小芳的房间 和房里空无一人 只留下一封信 得知小芳已经离开 大山痛苦万分 急切地寻找她 这时 镜子突然破裂 小芳砸碎了整张单相镜 看着镜在眼前的小芳 大山无法考虑再多 朝她走过去 抨起了她的脸 剧情电影方法 每个早晨 我都会离开你 不过 在黄昏之前 你都要把我追回来 每天都是热恋期 如此便会一直爱下去 屏幕前的你 会希望你的另一段 在黄昏之前 再追你一次吗